觉得整理衣物很麻烦吗? 折对方法放在地方,衣物收纳可以快速又整齐哦! 还没订阅的朋友,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! 衣柜空间不够吗? 吊挂衣服的下方空间可以利用抽屉收纳箱来增加收纳量。 抽屉内的衣物直立收纳,比平摆更好找好拿。 抽屉可拖拉,放有深度的衣柜里也更好用哦! 口袋折衣法,折好的衣服可以直立收纳,更好拿取,跟着我们的示范做吧! 这种T恤也很适合用卷的,卷起来收纳更省空间。 长袖衣服也可以这样折哦! 有图案的T恤也可以用卷的,但稍微改一下方法,就可以看到图案,衣服更好找。 冬天的针织衣也可以用口袋折法,收到宽松的下摆不容易变形。 如果是长板上衣,该怎么折呢? 像这样利用下摆,把衣服收折起来,可以折得很整齐哦! 另外,这种厚的羽绒衣也可以收折起来,跟我们这样折就不会乱咯! 把外套整齐挂在衣柜里面最好整理,可以依照相同长度,相同颜色来摆放。 较长的长板衣也适合用卷的哦! 西装、衬衫可以跟一般外套、大衣分开用不同衣杆收纳。 同类的西装裤、领带等都收纳在一起,要穿的时候才好拿。 分样式、颜色来吊挂,看起来就很整齐哦! 裤子分类,长短裤分开收纳在抽屉里,平摆一下子就放满了。 但如果改成直立式收纳,抽屉可以多出这么多空间,而且更好拿。 改一下折裤子的方法,把臀部的部分收进去,再把裤管折起来,这样直立收纳更省空间哦! 裤子也可以用口袋折法,把裤管收进裤头里,不散乱更整齐呢! 最后,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,锁定挖扎每周三更新,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!